当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有了初步的判断 认为它并不存在重大的造假行为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对它的数据进行分析 以便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 作为一间上市公司 企业的常债能力和获利的能力 是财务分析的核心指标 企业常债能力 即是企业还债的能力 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志 常债能力是企业常还到期债务的承受能力 或者保证的程度 包括常还短期和中长期债务的能力 一般来说 企业的债务常付的压力 主要是有下面两种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一般性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的常还 例如各种长期借款 应付的债券 长期应付款 以及各种类短期结算债务等等 第二种就是具有刚性 即是不能避免一定要付的各种应付税款 这两种都是企业必须常付的 但是大家都留意 不是所有的债务都对企业直接构成即时的压力 对企业债务清常真正有压力的 就是那些即期到期的债务 而不包括那些上未到期的部分 企业还债的能力是建基于什么呢 其实主要就是建立在有足够资产或者资本基础之上 要有足够的现金流入量为保证 企业的常债能力低 不仅是说明企业的资金周转不宁 难以常还到期应付的债务 甚至也都隐藏这个面临破产的危险 所以大家必须这方面清楚去观察一下 这个上市公司的状况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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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